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含着膜去蒸或者加热 要么它上面的肉质口感会受损 这个就是我去掉膜直接加热的 你看这个肉质其实就有点受损了 没有这个加上膜的就是水嫩 这个就是拉面 哇这个拉面这个肉有这么的多 而且这个汤我刚才煮的时候真的太香了 我觉得少了一点盐 面条可以 还原日式拉面 顺滑不生硬 糖心蛋也还可以 就这个葱不滴倒了 这个葱像我们吃凉三丝的 葱一点都不日式 这个汤头是真不错 因为吃得到猪骨的香 熬的也很浓稠 加点盐 就千点盐 就千点盐 看起来这个汤 都已经成膜了 真的很浓烫 还是可以的 麻笋 木耳 这个叉烧肉吃起来软有味 而且它就肉丝肉缝中透着那种日料的风味 这个自己在家里面做 然后再撒一点芝麻 放点海苔 拿一个比较好看的日式丸 就很不错 好吃了 太好吃了 而且它的肉汁吃起来口感还是蛮新鲜的 鲨鱼肉的口感真的相当的丰丰 滑软糯 肉部分细腻 其实我很喜欢半成品的有原因就是它真的是可以为我节约不少时间 虽然它不比得我去星级店吃那么的鲜美 但快箱的幸福感也是能让我活力满满一整天 有很多朋友说吃鲨鱼很利 但对于我来说真的就是美味般的享受 我觉得这个确实比在日料店吃 挖着重 我觉得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肉质口感可能跟新鲜的现烹饪的鲨鱼肉吃起来没有那么的Q弹 这是吃起来就软软的但是它的皮就能吃到那种焦灼感 里面会有轻微的一些软刺 但那个刺是极其小的是可以食用的 五十六块钱饭你要说它多好吃嘛也没有多好吃 但它味道呢又要比大部分就是那种自然的日料店就卖的比较杂的那些店味道呢又会更好一点 因为它这个骨头汤应该是批量生产的骨头汤还是不错 就一些小的细节地方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一些日料店会有什么黑蒜油啊或者味噌或者酱油啊 就是它是一个基础款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需求再去加一点料在家里面也是可以的 不得不说量是足的 外面店叉烧也就后切的放两片它这个管后切的四片了吧 对不对 反正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山姆店的吃的就是性价比啊口感味道就综合之来说没有让我觉得特别惊艳的地方 但是也没有让我觉得灰 我感觉今天这一期更像是冬日美食 夏天你们应该很少吃拉面吧 因为吃起来好热呀 如果糖心蛋跟玉子蛋就是温泉蛋只能选提一的话你们会选什么 不要考虑搭配什么就只能选其你们吃哪个蛋 我觉得糖心蛋它的应用范围要比玉子蛋更广一点 玉子蛋的话一般就是配饭 因为配拉面的话感觉有点奇奇怪怪的 哎好像也配过 它这个汤跟面是真的不错 然后蛋跟肉在里面也对得起56这个价格 就这个葱让我吃出一种韭菜的感觉 它们的包装还是很不错的像这种汤面就拿回来一点都没有洒 而且摆盘什么的一点也没有乱 小到一颗葱都没有动位置 好了镜头过来吧吃曼鱼 外面曼鱼寿司一颗都要卖20块钱左右 所以个人觉得88这个还是不错了 这部小时候我一直以为卖鱼它就是大鳝鱼 所以我觉得它们吃起来差不多 但两个还是有区别的 卖鱼鱼它的肉感还是要强很多 然后鳝鱼的话吃起来更爽滑更坦 而且两个做成料理烹饪方式也不太一样 所以你更喜欢吃曼鱼还是更喜欢吃扇鱼呢 请问我视频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蜜子君MariesMies 大家一定要多多评论呢 我会在上面积极回复大家的 哎呦我怎么 我最近真的不知道跟大家聊什么话题了 你们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吗可以私心 然后我来帮你们解答一下 因为我感觉我最近生活也是平平的 也没有遇到什么太闹心的事情 然后也没有遇到什么暴喜的事情 所以我最近的吃播就是速战速决 如果你喜欢的话还是请订个赞吧 欢迎订阅一下 Evet by bwd6